中華民國 加油 第一名是蓮華電子榮譽副董事長代表科技界的宣明志宣董事長 第四位是永齡基金會執行長劉宥彤 劉執行長 排名第九是永齡基金會副執行長代表傳播界的蔡慶瑜 那麼他今天有另外一個行程 讓我們深深一鞠躬 告訴全國的選民 請親民黨將不負所托 請鞠躬 我剛剛特別提到了 就是要關懷我們的弱勢 所以我們這名單裡面 不僅排名第一的是 我們大家所敬重的這一位 譚希華秘書長 它是我們全國對於這些弱勢族群 對於我們健保 對於我們許許多多 大家關懷這些弱勢的發言人 而且長年關心這些事情 我們要特別強調的就是專業 我們特別謝謝 宣明志先生 能夠可以講 是我們中華民國 在新科技裡面的教父級的 這個領導人物 他在我們 我們反复的敦請之下 能夠願意將來 在未來的立法當中 我們應該好好對於我們高科技 台灣要走出去 必須要把高科技的事情 在我們政策上面 要好好地把我們五圈的問題 好好去處理好 跟世界要接軌 將來要請 我們宣委員 來幫我們好好的打拼 他並不是在爭取郭董個人的權益 所以我們在董事長 會政策名單的時候 他也是尊重兩個黨的想法 盡量地在兩個黨的特色上面 或者是說 他們的選民的這個 等於說他們的結構上面 去讓他們各自去選擇 他們認為能夠吸引他們選民 投票的候選人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 如果大家要用 比較全謀的方式去想像的話 當然就會覺得說很不好 但是我覺得如果能夠把它想像成說 董事長他就是 選賢雲能舉財 讓每一個政黨能夠 來挑選他們自己想要的對象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國家的發展是比較緊張 那零到六歲國家養 其實零到六歲國家養 我相信已經快要成為我們全民共識了 因為現在不管是國民黨 民進黨或者任何其他一個政黨 我們相信現在提零到六歲國家養的 這個事情是非常多的人 所以我覺得郭董事長 這次雖然在中途他推出了這個選舉 但是他為我們國家 未來帶來最大的榜樣就是 如果有一天零到六歲國家養實現了 我們應該謝謝郭董事長 我補充一句 別人只是說說而已 宋楚瑜和余祥說到還會做得到 宋楚瑜過去就是用這個的執行力 讓全民能夠刮目相看 從今天開始沒有哪一家軍 我們都是中華民國 未來在立法院為全民打拼的 這些非常勇敢的戰士 我這25年其實參加過不下白場的記者會 就今天最緊張去立法院 是因為主席告訴我說 西華我們找你來 不是為政黨服務 你不必為了親民黨服務 你是為社會效力 為人民服務 所以我也聽到 剛剛講社會工作的最終的本質 是要在這個社會上 跟所有的人一起美好 所以我才願意為了能夠跟 讓社會將來為了更美好的明天 可以一起把我長年來累積在弱勢族群服務 在健康人權 在社會福利這一塊 希望能夠為社會做點事 今天不論是不分區也好 或區域也好 其實就希望在地方能夠多一席的立委 大家來共同的打拼 所以我覺得這跟選擇區域 或選不分區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最主要的是 很多人會覺得這個三卡都 有人就可以僥倖的當選 或許會有人會覺得 有一個人來所謂 泛藍 沒有辦法整合等等的 成為別人所謂失敗的藉口 那我覺得這個都不應該由陳雲傑來承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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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